沒有專職病名是講胃這個東西 但是它會有症狀 比如說椰格 反胃 然後如果真的是腫了就叫肌距 因為有一顆東西長在你身體裡面 就叫肌距 它比較癌症 所以你知道那個 諸葛亮 對 就有人說它是有可能是胃癌的症狀 多斯 不是 它是第一個 食量變小 對 遺重下降 它 一天只吃大概三碗飯 幾個月後 宅在五臟園 走掉 是 然後就吃不下 對 銷售 對 感覺蠻像的 對 感覺蠻像的 胃癌應該算是一個 現代的一個詞彙啦 那不知道說在過去的中醫的觀點 我們現在所謂的胃癌 在過去的中醫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們講五臟 所以其他的都是它附屬的東西 脏腑 所以強調的是五臟 而且這是概念型的 心肝脾肺腎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而且耳熟能響 但是就是胃 那胃在哪裡呢 胃沒有 胃通常跟脾坐在一起 所以以前的胃的功能都講脾 脾胃 對脾胃 這樣一起講 所以它的功能也是綁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要跟胃癌的症狀比較像 比如說 吃不下啦 打嗝啦 胃口到逆流 以前的病名叫做 反胃 噎嗝 噎嗝就是好像有東西噎到 然後打嗝 叫噎嗝 第三個叫積聚 積聚就是東西聚在一起 不會散開來 那這樣子的症狀 是不是很像癌細胞在身裡面 慢慢增長的樣子 所以反胃 噎嗝 積聚 這都可能是指胃癌的部分 然後再搭配一些症狀 所以並沒有胃癌這個名詞 那在過去傳統上 也是認為說它跟飲食有很大的關係 那哪些飲食會增加這個機會 醃製食品 像日本啊韓國啊 他們都是胃癌的一個好發的一個國家 他們大概是我們台灣的 五六倍的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然後他就說他就是常常要吃這個香腸 每次經過那個香腸攤 他就一定要去吃個一兩根 後來就真的得到了 所以後來他就不敢再吃了 但是有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得到 胃癌本身他就是蠻多於女 他是大概是二比一的比例 你從中醫門診來看胃癌的比 胃部不適跟胃癌的比例來講有點顛倒 反正是女大於男 這可能跟就診習慣有關係 那就病因上來講 中醫也講跟剛剛部長講的類似的東西 我們講胃癌的病因就是跟外感六吟 跟卓慧之血 聽起來很拗口對不對 外感六吟就是我們中醫把細菌病毒分成六種 風寒鼠濕造火 那相對於現代來講就是細菌病毒 還說是外來的六吟 所以我覺得跟部長提到的那個 幽門螺旋桿菌是一樣的 那卓慧之血呢就是 看起來不是很乾淨的東西 所以剛剛部長提到醃漬食品 香腸、拉肉、加工食品等等 這不是屬於生鮮蔬果類的 這種都有可能造成未來的病因 如果以我來講的話 我是喜歡吃新鮮的東西 新鮮的為主 然後加工食品就是盡量少吃 其實現代人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太鹹 東西真的太鹹 因為什麼叫太鹹 因為以標準來講 你我們路邊攤那一盤炒麵 你的鈉的含量可能就超標了 真的嗎 所以說一盤炒麵可能就超標了 所以其實現代人普遍都是吃太鹹 雅硝酸、雅硝鹽 這些容易致癌的 其實我們在新鮮的蔬果裡面 它還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質 包括維生素C、E、這些 它就有可能會把這些代謝掉 那就不會產生真的 致癌的這些物質 所以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要多吃這些新鮮的蔬果 面向上來看 看胃都是看三根的地方 所謂三根就是鼻子這邊 我這樣部長就很飽滿 很飽滿啊 三根就是不能帶青 輕輕 不能輕輕 對 那個地方就是胃的問題 對 那個地方就是胃寒 就是胃的運作已經不好 通常這種就是吃都吃不下 然後容易拉肚子 然後消化不好的 三根不能輕 就是在這個地方 不能帶青色 如果小朋友就已經有輕怎麼辦 要怎麼改善 這個一定是吸收不好 腸胃不好吃不多 然後可能是偏瘦 體型大致上是這樣 偏寒嗎 對會偏寒比較多 所以要用一些溫性的食物 對 沒錯 薑 薑茶 薑類 薑茶 或者是說冬天到了 吃一點寒薑的料理 對 放一點點麻油類的東西 那個都OK 先抓住體質 第一名就是先看這邊 然後再來 皮膚就是看起來有老像 就是你的胃 胃我們講除陽明 陽明就是指整個氣色 胃好的話 你的整個氣色是紅潤的 不算部長就很漂亮 對 那有些看起來就是輕輕的 暗暗的 那個胃大概都會有一點問題 甚至發白 那個胃部大概都是不太正常的 就是 這裡有點輕 對 有點輕 那就是看這個地方 大拇指下來這個地方 叫大魚肌 大魚肌除了看肺也看胃 這個地方如果有青筋特別多 或者是肉比較扁的 整個手掌看起來肉扁扁的 魚肌沒有什麼肉 這個大概也是屬於腸胃功能不好 所以提供這幾個給民眾參考一下 如果自己看到發現有這個問題 就知道該調理了 然後平時要注意一下飲食的習慣 我們都是看胃鏡 因為我們要確定診斷就是只能做胃鏡 其實現在有很多方式 就是說包括用麻醉無痛的胃鏡 還有一種叫膠囊內置鏡 這一種都會減少檢查的不適 因為其實就我們西醫的觀點來看 就是說因為胃的一些症狀 平常病人講說我胃痛 其實很常見的問題不一定是胃來的 它有可能是膽的問題 有可能是肝的問題 有可能是胃的問題 有可能是胃脹 這些都會造成類似胃痛的一個表現 所以說其實病人來主述說胃痛 我們不會真的就只想到胃 我們會想到一堆東西 要怎麼樣確定診斷 一定是要做胃鏡 胃鏡正常 你就要想說有沒有可能是膽 因為很多病人是膽的問題 當胃疑很久 這個臨床上非常常見 所以一定都是要各個檢查搭配起來 才有辦法追到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那種很常都是有一點胃不適 胃脹氣就開始最重要的狀態那些胃散 那聰明師掛4、6、7 有什麼建議他們的 不太鼓勵這樣子 就是有的時候會把這個疾病給拖住 沒有錯 胃散它大部分是屬於 在中醫的藥性裡面是屬於消導藥 就是快速的把脹氣給消掉 還有一個就是 當然會放一點點治胃酸的東西 大部分就是這兩種就是胃散的成分 治胃酸然後消脹氣這兩塊 那剛開始一定很有效 但是最常遇到的是 它剛開始有效到後來吃要吃兩次 吃三倍甚至到吃了整關都覺得還不會好 所以會建議民眾就是如果有這個症狀 第一時間不要先找胃散先就醫 不管是西醫中醫都好 看看是不是有什麼東西自己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先把原因查清楚 最理想的狀態應該像歐美他們 他們都是生菜沙拉這樣吃 但是實在是不好吃 我真的真的 你叫我每一餐都吃生菜沙拉 我也受不了 那在中醫來講吃忍的不是忍的食物不是不好嗎 對要看體質 我有稍微分析一下歐美為什麼會吃生菜沙拉 因為他們的晚餐吃得很豐盛 所以他們的主食來講 烹調會比較厚重一點 好像這樣子的國家就會搭配生菜沙拉 因為這樣子才能達到一個飲食上的濃淡均衡的一個比例 像台式的 台式的料理裡面偏快炒或是涼拌眾多 所以就不一定要真的要增加這麼多的生菜比例 反倒是可以用快炒 油水拌炒或是涼拌 這一個來去取代 取代那個生菜 就是他們吃生菜沙拉 他們要喝冰水 對 就是這個又提到一個特別的建章 冬天吃冰淇淋會舒服 夏天要喝薑湯才舒服 這是中醫特別有的東西 因為 你這樣想 冬天外面很冷 你的毛細孔是閉鎖的 你的熱量要怎麼排出去 除了小便子外 對 小便嘛對不對 也就是說在冬天的體質來講 人的體內反而是高溫的 所以他會想要喝冰是正常的 這反而是正常的 所以你適度的在冬天吃一點冰 要看體質 如果不是這麼怕冷 冬天吃一點點冰它反而是舒服的 韓國人生第一次在夏天吃 對 沒錯 因為夏天 完全要看你的個人體質 跟你的飲食的整體狀況來考量 夏天你反而容易吃冰涼的對不對 所以你的腸胃常常有一些冷飲 你知道嗎 那你適度的吃一些辣椒雞 辣椒的人生 或者是說薑湯 把這些寒氣逼出去 或者是說像我們現在到處都是空調 是不是會有寒氣進來 你在夏天吃一點點會發汗的東西 其實會有助於冷熱的一個均衡 所以冬天不要吃薑母鴨 可以吃 就是你偶爾覺得燥熱的時候吃一點冰水 不要覺得奇怪 你看人家在推速然後結果一直吃 對 薑母鴨人生雞都來了 麻油猴頭菇 我們換一下就好了 冬天 冬天如果吃一點麻油猴頭菇 你覺得燥熱的時候 你可以搭配一點點冰淇淋或是冰水 其實是ok的 他這真的不習慣 我常常去遇到那個 門診有一些比較長輩的 他們喜歡喝滾燙的東西 這個應該也聽過 不燙不濕 滾燙的水滾燙的湯 他覺得湯冷的要請 就是自己在加熱 滾到那個液面都在跳動 然後拿上來直接喝下去 他覺得這樣子很舒服 可是這樣就會遇到那個桌上 像部長講的 對於食道啊 味綿膜其實不是好的 所以不鼓勵這樣子的 或是這樣子的食用 所以我們 給我們的訊息就是說你在吃的上面 真的還是要注意 那個 包括剛剛講的醃製類啊 還有這個香腸臘肉啊 這些就是能免則免啊 再來就是鹽分的攝取 當然你如果說有這個細菌的感染 就是一定要積極的治療 才能夠 能夠預防這個病的發生 那一旦發生之後 也是希望能夠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所以說 就是說身體有稍微有異樣 就一定要趕快去做檢查 你喜歡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請你幫我們按讚 分享 打開小鈴鐺 謝謝